盡量能夠以原廠的方式下去玩 就以原廠的方式下去玩 我比較喜歡原資源味的感覺 本頻道由寶島陣地 邊境戰場 現代戰場場地提供 讓對手完蛋 就用TBRM BB蛋 說明欄以及字挺留言裡面 都有購買連結 想不到時間過得正壞 在去年我去日本買NWS卡冰回來之後呢 不知道各位對我這一年 使用下來的麻綠感想 會不會感到好奇呢 我這個主打著 全民國防之民型玩生存遊戲之死的頻道 趁著明天我要去上HRE的課程之前 順便聊聊對於 我這把NWS卡冰 一年使用下來的心得感想 首先我們先從最簡單的蛋夾開始說起 許多擁有這個MARUI NWS系列的朋友呢 相信應該都知道它的蛋夾 是屬於沒有歐環的 灌氣的時候呢 它只要噴出白眼 就代表它灌氣已經結束了 雖然這個說法一開始完滿接受 可是在長期使用下來 我會覺得還是要放歐環會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當它灌滿噴白眼的時候 等於你再多消耗你的瓦斯的氣量 雖然這瓦斯啊 一兩百塊就買得到了 但是你長期使用下來 激沙塵塔 喔 那個金額啊 可說是 算不小的消耗 而且這瓦斯是噴出去的 你又沒有辦法用到 可以說是非常浪費 其實是浪費 根本就是奢侈的浪費 而且這個蛋夾 雖然說它灌到滿的時候 氣會噴出來 沒錯 但是經我長期使用下來 就算它噴氣也不等於灌到滿 所以我真的會非常建議各位 真的一定要去買金氣水的歐環 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那第二個建議呢 相信之前的影片也有說過 可以點擊一下 我們的左上角這邊連結 我是不知道它的AK系列是怎麼樣 但是我相信它的AR系列 裡面的下壓痘呢 是屬於空心狀態 這個東西一定要改不改不行 你不改單道就不會漂亮 那接下來呢 就是有關於火控的部分啊 我買這個回來差不多過了 三四個月左右吧 它的火控就會有一點沾黏的狀況了 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買回來只有清潔過 或者是說保養過它的火控 只有那麼一次 接下來都沒有再特別保養 所以裡面有卡一些髒東西 以及其他的BB蛋的碎屑之類的 拆下來真的非常的麻煩 所以各位如果要晚的話 建議要嘛輕保養 第二個 要嘛你會拆妝 因為太麻煩了 所以我沒有特別拍影片 而且上面網路上都找得到 那我們現在youtube上有滿多這個 拆解 它的火控的影片教學 然後大家可以去搜尋以及看一下 那我找到我會放在字幕裡面 那第三個呢就是有關於這個 非機皇的部分 這個問題可能有些人一輩子都不會遇到 但是像我呢第一年就已經遇到了 就是一開始我是拿這把NWS打9公斤的瓦斯 可是發現9公斤的瓦斯在台灣好像 嘖 有點 太貴了 對對對 而且再加上之前啊 我的彈甲沒有裝上裡面的那個 進氣嘴的瓦管 所以噴的錢會非常的快啊 所以我決定用12公斤的瓦斯 好像去年12月我就開始使用12公斤的瓦斯 一直在打了 剛好趁冬天的時候打看看 看一下它的氣量怎麼樣 實際上測試下來打是打得動 而且後座力的表現也不錯 感覺也蠻好的 只是呢裡面的這個飛機環 它就斷掉了 給大家看一下它這個鉤鉤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鉤鉤是我特別為了緊急狀況 所以用尖嘴鉗把它貓出來一個圓圈圈的 它斷就是斷在這個圓圈圈的這個鉤 這一層斷掉的 那導致說呢它打出去飛機環就 哈!就拉不回來了 不會像這樣子軟Q會彈回來 它打出去就拉不回來了 一開始壞掉的時候我想說這個是哪路呀 怎麼可能會變成這樣 哦哦哦哦哦 那在之後跟其他朋友聊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才發現我其實算幸運的 可以說是前8個月都是使用9公斤瓦斯的 那到後面的話才開始慢慢使用12公斤瓦斯 所以我這個會壞掉的時間來說的話 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 以上就是我使用NWAS卡冰這一年下來的使用心得 嚴格上算是說改了三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飛機環的部分 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的Hubby 以及我們的蝦壓豆的部分 那至於其他動力什麼部分呢 我沒有要特別改啦 因為盡量能夠以原廠的方式下去玩 就以原廠的方式下去玩 我比較喜歡原汁原味的感覺 至於這個飛機環怎麼換呢 接下來我們就示範給大家看 GO! 首先我們先來大部分解 拆除槍機 這邊注意彈簧不要彈掉 這個小零件注意也要拆除 固定飛機環的小螺絲也要拆掉 把飛機環的插槍敲出來 拿出專用飛機環 把橡膠管塞進飛機環裡面 拿出飛機環固定頭 塗上潤滑油 插槍也要塗上潤滑油 先把插槍插進固定環裡面 注意這邊只先插一個洞就好了 再把飛機環插進去 之後再用插槍完全固定 再把飛機環塞回飛機火塞裡面 依序安裝回零件之後就大功告成了 這個地方要注意 這個彈簧不要彈掉 不然會很麻煩 這個地方要注意 這個彈簧不要彈掉 不然也會很麻煩 上點潤滑油 接下來就測試看它功能是否正常 OK 好的那既然飛機環都已經換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順便把外觀也改一改囉 因為這次呢 我是要去上HRI 所以它原本的卡路的卡路 我記得好像11吋多左右 畢竟嘛是要上CQB相關課程 槍管呢可以盡量能夠 緊湊一點會比較好 所以這次呢 我就改了一些外觀鍵 以它的外觀 我不是說明天啊 有一個問題 會不會太陽 但是我本來就是 在外觀看 我沒有錯過了 然後那邊就要說明天啊 我沒有錯過了 那邊就要說明天啊 那邊就要說明天啊 但是我真的要說明天啊 我沒有錯過了 不然就是要說明天啊 就是要說明天啊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我先广告一下 相信有很多人知道TPRM的BB蛋很好用 他们现在已经换新包装了哦 虽然以前的纸袋包装就已经够好用了 但是使用久了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折痕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经过长久摩擦 有可能还会破掉 但现在TPRM改用塑胶包装 更耐用 保存可以更久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说明栏 以及视频留言 都有购买点解 好的 相信许多人都知道 极光的课程 基本上是无法录影的 所以我用这个格局图 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 这次我们上的课程 叫做HRE 高风险突入 目的就是突入两个字 追起来就是其他的东西 因为之前有看过其他人在领口拍的 HRE的对电状况 以及之前看过HRE的朋友讲过 打法比较抽谈以外 僵尸的状况也出现过不少次 打法抽谈我比较能够接受 毕竟上这个课程 就是要学会如何抽谈的去打 但是遇到僵尸 我就真的没办法 为了避免出现僵尸的状况 所以我这次准备了一大袋手榴弹 没错 真的是一大袋 当然也有征求过教练 以及其他同学的同意 结果发现这次上课的同学 都还蛮屁死的 所以我就放弃丢手榴弹的想法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张格局图 黄色的是前半场 蓝色的是后半场 而绿色是预备位置 其实也不光只有这个格局图可以玩 教练也有交友关于走廊上的行径处理 像是这个I字行走廊 P字行走廊 以及十字行走廊 都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基本上上课的详细教学 我不会在影片里面跟大家说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去极光报名 这次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上课所遇到的一些趋势 第一天上课的情形大概是这样 教练先把大家集合在预备区这边 让大家各自分成四人一组的小组 之后教练会在这个房间里面 上几个人形直靶 有人直也有歹徒 主要目的就是看学员还没上课之前 每个人的知识与观念如何 每组结束之后呢 教练就会针对每组 甚至是每个人 做出优缺点以及要改进的地方 说完之后呢 教练就开始示范如何图入房间 以及进入房间 第一到第四圆每个人的进入顺序以及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依照这个黄色的半场 三个房间的格局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差别就在于门的开启位置都不相同 开门的方式也有很多变化 以及B房还有一个死角 大概就是差别在这边 教练示范并教学完毕之后 接下来就是各小组的练习时间 针对不同房型各小组轮流做练习 当个别房间都练习差不多时 教练就教整个半场的突入方式 一开始也是学员先试着做 小组结束后再由教练示范与教学 当学员做的时候速度就像这样 到教练示范的时候 整个小组的突入速度 真的是非常的行云流水 课程的第一天 大概就是这个模式假结束了 到了第二天 就是简单的练习之后 就准备做对抗了 也就是所谓的分组对打 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次HIE的课程参加同学 空有11人 有些只学过CPCR就来上课了 当过CPCR加ATS之后 再来上HIE的人 依照比例来说 大概占了三四成左右 而且11人当中 本身有在玩生存游戏的 包含我在内 总共4人 当要准备对抗的时候 教练会开始说游戏规则 当教练说一发阵亡字的时候 许多不是玩家的人 当场就傻住了 也就发生等一下我要说的 对抗过程中发生的趣事 首先教练会安排4比1的人数 去做对抗 一个当首方 四个当攻方去做对抗练习 轮到我去当攻方的时候 在局前有先跟队友讨论 讨论结果就是 以快速突入方式进行 计划是这样的 我当第一员 因为要快速 所以就直接开门进入第一间房间 以最快的速度 用Z入请者方式清空这个办场 最后效果有打出来 在各小组轮流1对4之后 教练就改成8对3的模式 让我们去做对抗 刚好轮到我跟其他两位同学当首方 我的战术很简单 我先守在这个柱子这边 另外两名队友分别守在A房与C房 当攻方开门的时候 我会率先开火让攻方进步来 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1.吸引火力 让对方没有时间思考另外两位在哪里 2.埋伏 当我要换蛋或是火力全部在我这边的时候 我就直接喊出暗号 这时候A房跟C房的队友就会开门攻击 由于火力全部都吸引在我身上 攻方的左边就会露出很大的一个破绽 我就是要利用这个破绽 一次把对方全部歼灭 好的 计划完成之后就开始实行 起初都还蛮顺利的 而且对方的开门速度也很慢 直到我开火后 C房的队友也莫名其妙开始跟我一起开火 这时候我就想说 不是啊 计划不是这样子的啊 火力全部吸引在我身上就好了 你干嘛跟着我开火啊 但开都开了 我能做的就只是把我的火力升级 打到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让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放在我身上 打到后面我换蛋的时候 攻方趁着的空隙准备再突入一次 这时候我喊出了暗号 换C房与A房开门与攻方交火 这时候出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在A房与C房要跟攻方交火的时候 同一个时间 攻方准备要进入A房 而C房也很快的出来交火 A房要开门刚好与攻方直接对上 但是A房的队友也很聪明 一直开门关门开门关门开门关门 用这种方式来牵制住敌人 而且也打掉不少人 刚好我也换完蛋了 行程上面朝一面交火的状况 而且攻方有几个人卡在A房门口进不去 攻方损失不少 而A房会挂掉的原因 攻方强行突入 以换人的方式换下来 而我会挂掉的原因 是因为红星吉娃娃真的太小只了 蹲得超低 瞄准我的脚一直打 这时候也来不及了 西房的队友也盯着他 最后结果就是攻方全军覆没 守方一未存活 虽然两命换八命看起来真的超值的 但实际上我是希望守方临阵王 好的那以上都算是好的结局 那接下来的话就要开始讲真正有趣的部分了 首先呢我先来讲这个红星吉娃娃所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这一场呢是他跟另外两个同学当守方 那剩下的就是我跟龙城还有其他同学来当攻方 那吉娃娃呢他原本的计划就是 他希望这个A同学他站在这个柱子里面 另外两个人在这个B房里面 形成一个交叉活网 把人把所有人都困在这个走廊上面 结果这位A同学就大猪大姨的跑去A房里面守住了 那这时候吉娃娃的计划就更改了 两个躲C房一个躲A房 等所有人冲进去A房之后呢 吉娃娃就直接到柱子里面 跟C房的另外一位同学形成交叉活网 那我的计划更简单 分成两队一队四个人 第一队先直接开门冲去A房间 那第二队同时在门口加两只枪掩护 第一队进入房间 牵扫完A房间之后呢 在A房间的门口建立一个活网 瞄准住址的位置 OK之后第二小队以最快速度来去清空B房 当AB两房清完之后呢 B房瞄准C房的门口 这时候A房的小队就直接进入C房 做一个清空的动作 好的那双方的计划完成之后就开始作战了 那后面的计划照样好 实施下去也蛮顺利的 最后结果是首方拳阵亡 攻防阵亡一人 好的接下来是讲龙城的部分 这场也是8对3 那我们计划就是分扯两队 我带的队走前门 龙城带的队走后门 准备打他个出棋不易 攻棋不备 我的部分就很简单 第三队做一个切拍的动作 那我跟第一队就做一个high low的部分 先把走廊的部分控制住 再迅速的跑到A房 再加强瞄准B房 以及走廊尽头的门 接下来我们A房其中一位队员 朝着走廊镜头门口 做一个警戒的动作 结果下一秒 我的队员说他挂了 这时候我拉着另外一位队员 对着走廊镜头门口 做一个high low警戒的动作 这时候还真的有人对我们开枪 于是我们就开始开枪扳击回去 把对方打掉之后 我就要准备去把西房的人打掉 就当我准备要爬到这个桌子靠近 利用视觉死角的状况 把西房的人干掉 刚准备要做出动作的时候 没想到我后面是中了人家 回头一看 结果发现是自己人开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们把视角切到龙城的小队开始讲起 一开始的时候 正当龙城带着他的小队 准备走到后门的时候 结果某位队友走路靠墙 让自己的装备跟墙壁 产生摩擦的噪音 结果手帮听到声音 马上紧接后门 果不其然 当开始要突入的时候 他们一开门就受到了 强势的火力攻击 可能是工方的人数比较多的关系 在一个小小的门口就架了 四字枪板击 而且后面也比较兴趣 把部门的那一位手帮给打掉了 这时候龙城的小队 开始继续前进 走到D房的门口前 与C房这边做一个交过的动作 而这时候 手帮的C房比较忙一点 一直朝着走廊镜头的门口 以及B房还有A房的门口 反复地做火力压制的动作 而刚好就在这个moment 我A房的队友 朝着门口做一个警戒的动作 而龙城的队友 以及我的队友 确认顾眼神之后 就开始互相开枪 那依照我的角度 当然就会认为 我的队友遭受到 敌方的攻击和挂掉 之后我就带着我的队友 做一个highlow的动作 把队房给打掉 结果龙城的队友 就开始回头绕背 把我们A房的队给打掉 造成自己人 打自己人的乌龙事件 而后面呢 C房的人 还是被干掉了 但最后还是手放过剩 因为第二小队进去 篮区的时候 没有去搜索E房 而E房的那位队友 也没有出来做个反击的动作 就一直躲在E房里面 就这样子 E房的人 烫赢 赚烂赚烂赚烂 真的赚烂 OK那影片最后呢 主要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部影片除了教学 如何去修复 Marui MWS的飞机房之外 另外比较重要 就是HRE的课程部分 那这次上完HRE之后 我觉得深刻的体会到 交战意识有多重要 我先说这个东西 并没有对错 但就是依照玩家 跟一般相比呢 玩家的交战意识还蛮强的 因为这个最后的对练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把它当成生存 游戏太晚了 不过说的好 以游戏的方式下 居住学习会对学习之后的成果 会有所的提升 有关于交战意识的部分的话 我们生存游戏的玩家 比较容易带得到 对练的状况里面出现 我说的玩家是指真的 下场跟人家对打的玩家 不包含自己在家练打靶的 这两种情况 对练下来还是有明显的差别 那这样说到底呢 生存游戏玩家就一定比较厉害嘛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 只是我们在场上玩的 次数比较多 跟人家对练比较多 优势在这边而已 但是最后呢 我们还是有蛮多的坏习惯被教练拿去做纠正 我是想说 我们去上这个课程的最后目的 还是回归到了战斗两个字 所以说如果有做过这个训练的朋友呢 我非常的建议去一些生存游戏场地 跟许多玩家去做一个游玩 以及对练的动作 我相信在教室里面所学到了 以及你在场地上面运用所学到的 下去去跟别人做对打 你会更容易发现自己哪里不足 相对的会对于你的学习会进步不少 而前面的训练内容介绍呢 我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编什么其他学习 不是我只是单纯分享我所遇到的趣事而已 所以各位就不要追问说 到底是谁投降啊 又是到底是谁开自己言枪啊 又或者是说怎么样的情况不要再问了 学习就是要在学习中犯错 并且去做改进以及加强 最后学完才会变成自己的东西 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犯错呢 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我去上课的想法就是我能够犯错 就尽量犯错 因为犯错的越多教练就会讲的越多 你就会学习到的越多 而与我同行的好友呢 基本上我们去上课也是保持着这种想法 看我们哪里有一些做错过 或者是说哪里容易犯错的 就是做给教练看 好让教练对我们来做一些动作 以及说心态 或者是说观念上面的纠正 纠正之后学到实际的东西 运用在自己的上面 这才是我们上课的目的 像是从CPC ATS 到HRE上课之后 我都是有运用在生存游戏场上面 跟人家对打的状况下 我被打下来 我都想说到底我有哪里做错 最后发现自己被打下来的 那一个moment 归想起来 好像是真的没有遵照 某些基本概念 所以才会被打下来 所以慢慢的去做练习 慢慢的去做调整 你的观念就会慢慢的变好 从而让你去做对练 又或者说真的遇到一些 简简状况的时候 你的存活几率 就会相对的提高 那如果还是没有去上过HRE 或其他相关之类的课程的朋友 想去上的话 我自己的接敌意识 千万不要被一发正网给吓到了 因为在室内的状况房间下 这么短的距离 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 跑过去的时间 敌人其实根本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会跑出来 以及不知道你用什么速度 以及你什么姿势 你的身高 种种因素算下去 不一定你一定会被打倒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选择全部通知 按赞 以及分享 如果你有论讯 想要撕我的话 可以追踪我的IGFB 不知道萤幕前面 各位是否有去上过这种训练 又或者说你上这种训练的时候 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人事物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区 跟大家一起分享哦 好 就这样 我是Walk 我们下期见 拜拜